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爸爸对女儿要求病得很高 希望她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成长 这就是爸爸对女儿的最大的愿望 子琪通过这次成年旅呢 你已经成年了 那个妈妈很感谢有你这么个女儿 妈妈觉得呢是上帝呢 因为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人 所以呢就怕妈妈来到你的身边 陪你一起成长 分享你的快乐 不管你今后的人生是失败还是成功还是挫败 妈妈都是那个一路既往支持你的人 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希望子琪不要让过去的不足成为明天的包裹 明天的子琪妈妈希望是一个崭新的子琪 是一个能够突破自己 能够实现自己人生最大价值的子琪 找到自己的 希望子琪能够早一点找到自己的定位